关注消费市场的讯息 这款中级水珠独卖的超市已经下架 另外厂商也召回了 它曾经在美国非常热销 中级水珠的卖点是 这种小圆珠丢到水中会不断不断膨胀 但是当它进了一个九个月大女婴的肚子里面 它依旧在女婴的肠胃道里面膨胀 最后这个女婴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手术 住了一个多月的院才脱离险境 这个玩具现在不会再出现在市面上 另外进入秋冬之后 美国的家长文之色变的是 呼吸道融合病毒又开始蠢动 美国的FDA在上周批准 凡是怀孕孕期32到36周的妇女 可以接种辉瑞药厂研发的 这个呼吸道融合疾病的疫苗 说婴儿出生之后半年内都会具有抵抗力 小小身区插满医疗仪器 虚弱的躺在病床上 让妈妈看得好心疼 美国免疫中一名女婴 在去年11月才9个月大时 误使一款名为终极水珠的玩具 鬼门关前走一遭 女婴在医院待了将近一个月 经历大大小小的手术 现在已经出院 但仍有消化到问题 体能发展也不如同年龄的孩子 母亲一怒之下 早上多家监管调查机构投诉 发现这款玩具从2017到2021年间 至少导致4500起意外 受害幼童必须送医 大部分都是务实导致的严重后果 独家贩售的美国Target超市表示 已经在去年11月将商品下架 目前厂商也宣布召回 希望不要再有孩童因此受害 因幼儿安全照顾着扮演关键角色 美国印第安纳州医护普通人家 因为父母亲的严重疏忽 让六个月大的婴儿差点被老鼠活活摇死 当警方进入民宅 只见满地垃圾到处都是老鼠 远警救起被老鼠攻击的婴儿 并逮捕屋内三人 分别是婴儿的父母和姐姐 警方调查发现 这家人本来就被当地设服单位 列为关切对象 9月初还曾经到府视察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让毫无抵抗能力的婴儿 被老鼠攻击 目前三人都被以忽视儿童罪名起诉 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的新生儿 如何打造安全的睡眠环境 也是父母亲或照顾者 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 一份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 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一年内有160起 与婴儿睡眠环境导致死亡的案件 新生儿还无法自由控制颈部肌肉 一旦在睡眠过程中被闷住 根本不可能自行脱身 此外这份报告也指出 在2018到2020年间 有15起婴儿睡眠猝死案件 是不平坦的床面导致 呼吁消费者选购检验合格的婴儿床或摇篮 并定期上网查询是否有召回问题 不必须在市场里的东西 但很多时候 人们终于买到第二次的东西 再次进行更多的步骤 保证到市场里的东西 没有召唤 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北半球逐渐进入秋季 天气变凉 让各种病毒伺机而动 而近年来 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是儿童常见的疾病之一 刚出生的小婴儿 因为确诊RSV病毒 必须住院好几天 医治观察 美国食品级药物管理局21号批准 怀孕32到36周妇女 可接种一款由辉瑞药厂研发的疫苗 只要一记就可以让孩子出生后 六个月内具有抵抗力 并免重症发生 开学期让许多家长担心的是 病毒马更新的循环周期 再度来临 比利时一间国小 上学期末突然出现三名幼童 感染罕见的猪袋掏虫 让家长们忧心忡忡 校方第一时间紧急处理 血统就以后都没有大碍 虽然这种寄生虫不会人传人 但因为仍然找不到感染源 目前校方只能加强消毒 也呼吁家长们多留意孩子的健康情况 DBS新闻综合报道